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道和 今天四个关键词 带你掌握天下事 没超能力 没能力 郭董拼连署百万份 先前喊出一份 两千元 现在怎么少一个零 变成两百元 这未免太没行情了吧 派系紧急中离 当初扬言连署要冲到 两百万份 现在是皇室收一聚 一百万会全力以赴 那我问 志气去哪了 原来这些都跟地方派系有关联 当初权力相填的那些人 他们早就看出了 风向完全不对 没有动员 装没有看到 还是不分区的这一块大饼 比较诱人呢 国难财这样发 巴西鸡蛋 你吃了吗 最近稍不停的超私公司 五十万的资本额 被指称专案进口鸡蛋 赚了上亿元 农业部至今 讲得不清不楚三大问题 超私的鸡蛋成本多少 去场会收购价多少 超私你赚了多少 通通不公开 是怕公开之后 全民气到要丢鸡蛋吗 全台最美的文子馆 浩资上亿元的 最美高雄古山鱼市场 当初喊出一个月 有百万人次 陆续数字出炉了 五十万变成三十万 三十万变成十万 现在蓝议员监督爆出了 那绿营议员反而很生气说 你抹黑 你打击高雄 那我就问 议员是监督政府 还是护航政府 最幽默的来了 炒了一轮 八月三十一号 古山的鱼市场 真的宣布歇业 这不是一出闹剧吗 先来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 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赵和好大家好 台湾市议员林涛 赵和好大家好 台湾市议员李博益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国民党前发言人肖靖演 赵和好大家好 好现在我们就问了 郭董要拼联署 他要拼人气 他最强是什么 我一直说 他有超能力啊 我股力这么高 对不对 但是我就问啊 你钱多 但不代表 他花在你身上的钱 会变得多啊 我们之前说 他要拼联署 一份要两千块钱 到三千块钱 现在啊 他直接少了一个零 现在外传啊 他的委托价竟然是两百元啊 这低到不能再低了 现在坊间有说 市场说至少基本啊 一份啊 平均是五百块钱 你这两百元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么样帮忙你 那现在还有一个对我说法 就说现在他委托了 二十家的公关公司 北中南东部啊 各个县市这样去布点 一定要把联署给做出来 消息一出之后 他们的发言人黄世修说 这个两百元的 这个金额说法 嗯 太外行了吧 有这个说法吗 他今天否认了 那另外二十家公关公司 负责联署 他说哪来二十家 国民党或是其他政党 你要来送我吗 那另外他的话风 也稍微转了一下 他说二十九万份的 基本联署 没问题 但是一百万份 会全力以赴 还记得吗 那时候他们 黄世修有说 我以前就是搞这个公投的 搞联署的 相信我没问题 一百万到两百万 没问题 他下修了耶 他原本应该是要说两百万 我会全力付 现在是变成一百万 直接少一百万份 那是不是 现在连署的情况 或者是整个氛围 没有这么好了呢 来林陶你怎么看 从两千块 直接少一个零 是郭董没钱了吗 还是郭董不愿意给钱 郭董一定不会没钱的啦 因为他一年有九十几亿的 这个超能力嘛 这个超能力 看什么时候要彰显而已嘛 那我觉得这个连署呢 顺风顺水 你其实就不用花钱 大家也会来签 可是呢 你现在看起来 是逆风的状况之下 你只能 去砸这样子的经费来联署嘛 那我有去问一下 黄世修的说法啦 他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说我这份委托 然后成功就给两百五百 他是说今天 他也不是二十家 他是说我今天委托十家官公司 他到各地去这帐篷 桌子然后杯水等等 然后设整个的工作人员 然后大家来联署 所以他的金额是 全台湾这十家官公司 在各地设点的设备费 跟人事费的家总 然后再去除以建树 那这时候就厉害的就来了啊 如果你今天是十万份 那每份搞不好超过一两千块 对啊 因为你这单价就变超高的嘛 你这成本效益就不一定符合 他原本的设定嘛 你有需要人力 你有需要资源 你要去租一些东西 这些都要钱啊 对所以基本上呢 我觉得要看郭总这次 是不是有决心 十家官公司的总额 多少先拿出来 如果今天加起来是 好几亿 那基本上就可能有决心 因为你去除以一万份 除以十万份 除以一百万份 那是完全不同的价格 如果呢 今天郭总能跟冲上一百万份 那基本上他搞不好 可以压在他说的两百元以下 所以那要看你最终的 那一个数字连署的目标 你设定在哪里 那目前他看起来设定是一百万份嘛 一百万份 然后接下如果是两百块 对三百块四百块 加起来也是一笔钱了 可是他不用担心 因为郭总是这样 这笔金费的对他来讲是 杯水车薪啊 金言你怎么看 现在外界说啊 郭总这样子两千变两百 很辣茶啦 难道这个没有超能力 那现在郭总还剩什么 现在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说 郭台铭今天要联署 还听说还去委托公关公司 黄志就说当然啦 这个二十家没有那么多啦 但是呢数字现在讲两百块 我还听到有人在讲说 一份两千块 你如果真的请公关公司去摆摊 这样子外包下去 公关公司还要赚钱 我觉得一份两千块有可能 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郭台铭你要联署 你要选 没有这样子的人气 拜托理论上他应该不用担心啊 如果要公民联署 对不对 像当年宋楚瑜 多少人去帮他联署啊 根本不用担心 不会过门函的问题 现在是连民进党 表面上看起来都已经下令说 不能去帮郭台铭联署 实际上他们会不会去帮 不知道啦 那天我是有民进党的朋友 礼拜一晚上就打电话来这个 求我 不是拜托我 是开我玩笑的求我 他说哎哟 郭台铭现在要选了 你们怎么办 我说 啊怎样 你们联署不是说要帮忙联署吗 不是很开心吗 桃源的黄琼会不是更开心吗 脸书也发了也改文吗 然后他就哑口无言这样 所以民进党现在转区低调 可是会不会有他们的支持者 自发性的去帮郭台铭联署 我相信会哦 是 那这些人帮郭台铭联署下去 你可能觉得很爽很开心 我联署过关了 投票之后还会投给你吗 不会嘛 下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在讲说 地方的地方派系的这些人 现在开始态度转区低调了 卸点铭虽然退了党 可是他上次受访的时候他也讲了 我不支持郭台铭独立联署参选 他会不会大力的帮忙下去 当然现在绿营还在鼓吹啊 讲说啊这些人哦 他们投人不会出面啦 会请下面的 去帮忙联署啦 然后后来又怎么样 现在大家看的是郭台铭的底气嘛 你看这两天释出的民调 上次我就讲郭台铭一旦宣布参选 民调就会消崩 民调就会往下走 确实这个也直接反映在民调上 第一郭台铭下降 第二柯文哲跟侯友宜都往上走 代表什么 本来可能支持柯或者是支持这个侯友宜的 他们本来前阵子还趋于保留 现在看到郭台铭宣布参选 焦虑啦 他们从不表态变成表态支持了 结果郭台铭为什么民调往下走 大家发现你就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嘛 说话不算话的人嘛 满口说要为了在野整合 实际上呢 只是要整合在我之下才就是整合嘛 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有人支持他呢 其实郭董这次找了公关公司啊 我们刚刚谈到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跟地方派系 没有这么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名气很高 大家第一个会帮你联署嘛 你旁边这些地方派系的人 你就算没有给他多少钱 他还会帮忙你嘛 就会引出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要找黄世秋 现在波及黄耀明就说了 原因就是因为郭跟地方派系的互动出问题了嘛 现在赶快请黄世秋来当救火队 那另外跟地方派系出了什么问题呢 吴子佳说中南部派系挺郭 跟你讲都是挺假的啦 都是假的啦 都在骗郭台名啦 郭在中章同瑜伽南 屏东的民调几乎是没有动 原因就是因为地方大佬 根本连组织都不想组织 前面说挺你都是假的 好 再来看到好 财神专家黄世聪说啊 郭虽然是有钱 但是朱立伦上面的 郭是拿左手钱 朱立伦右手拿是什么 大根的胡萝卜啊 不分区立伟的名单啊 你想要延续政治香火 跟着我走吧 权衡利弊下来之后 朱立伦才是地方派系想要的嘛 所以完全不会去偏向郭董 好 另外考纪会也印了起来 这是主委黄义腾禁止帮非党的参选人 助选跟联署 那所以现在国民党也把这个底线 直接踩得非常硬 我正式跟你开战 好 跟你开战 如果你敢乱弄 或是其他小鸡敢乱搞 我就直接来开战 来源之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你怎么看委托20家公关公司 第二个我们刚提到 跟地方派系出问题 那根胡萝卜真的有这么大根吗 第一个 大家知道郭董是一个有钱人 有钱人想跟你不一样 凡事只要可以用钱都好解决 所以郭董的想法是 如果我可以用超能力 超不要超 超能力就把这个联署完成的话 那基本上我也不需要靠的地方势力 所以我就多找一些公关公司 讲是讲公关公司 实际上就是有那种人力公司 就是去帮他租场地 布点 想办法充 点越多越好 人手越多越好 然后找到人联署越多越好 去充那个联署票数 所以这个 这个公关公司跟地方派系 我自觉可以切开 他应该认为说 以他的超能力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但我要提醒郭董 我觉得联署的份数 跟最后他的实力 是两回事 为什么 因为今天 你说公关公司 布点 然后有些人路过 可能愿意帮你联署 或者基于人情去帮你联署 但这些人到时候 在投票的时候 不见得会支持你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取得30万的联署书 不代表你有30万张票 你即便是冲到100万联署书 也不代表你有100万张票 所以我认为 刻意去冲那个联署的份数 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更何况 其实他们现在也改口了 我记得刚开始 郭董说要参选的时候 喊出来的份数是100万到200万 现在已经变成29万以上 100万也不错 有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他们发现 好像实际上选举不是这么好弄 他们开始 发现眼前现实的困难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他会想要用超能力来解决 第二个 为什么地方派系 现在感觉是比较抽手 因为我们党不硬起来了 你不要说这个党纪有没有私下沟通 有啊 那我们中南部的派系 你以为他们派系里面只有一个人在从政吗 屏东的那个周典论他是议长对不对 他两个儿 他两个女儿都跟政治有关 一个是现任国民党籍的屏东市长 那第二个是国民党中常委 你今天如果说要跟党中央 就是对着干的话 那你要不要顾到你的下一代 你的屏东市长 那个周 叫周什么 周嘉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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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嘉祺他不会这个有觉得要威胁吗 万一被开除怎么办 伯一哥我们刚刚提到了 国民党现在既出的是胡萝卜跟棒子 目前看起来是有效的 这OK 但现在关键来了 这些地方派系其实前面喊挺锅挺得很凶啊 现在慢慢的转为很低调 这次整个选举当中 地方派系获得的最多 那以后我是地方派系 我就出来闹一闹 我可以获得的很多啊 我就这样很白啦 大军未发粮草先行 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你资源没有到 你不要想选啦 尤其是以郭台铭本身而言 为什么会这么讲 郭台铭以前说实话 他的背景是什么 是科技业啊 他又不是政治世家 跟政治打滚了很久 那请问一下 这些地方派系与其说挺郭台铭 郭董 我讲不客气一点 我觉得他们挺的是孙中山啊 挺的是新台币啊 你怎样到我在帮你忙嘛 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帮你花这么大的努力 甚至还得罪国民党很多高层 甚至他接下来地方上还要不要继续选下去 就很明显的 郭董您现在除非像宋楚瑜宋主席那样子 非常高的人气 人气非常旺 你随便摆一点 随便都有人帮你做连署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真的要舍得花你的超能力 才要有机会让连署变得成功跟顺利 因为连署真的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好像以为找什么十个公关公司 什么找人白摊白点就可以 错了 在座都是政治人物 你知道当时我们做连署怎么做的吗 是所有从政同仁办公室都来做连署啊 每一个参选人 每一个公职 党部地方 能够有机会的 甚至我那时候在选市议员的时候 我连我的那个竞选总部都帮忙收连署书啊 因为这个公投啊 这是靠多少的人力物力 才能够达到一个连署的门槛 但问题是 郭总你现在如果出来 想要利用连署书来冲你的气势 那我跟你讲 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小气 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什么十个公关公司 你能拿出100个点来吗 就算拿出100个点来又如何 这全台湾的选举 我不是只有小小台北市或哪一个区域选举 所以钱就整个花下去 对你就只有花下去了 要不然就不要来做这个事情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环宇币法转 没错 照不一这个说法呢 其实不管是地方派系或是郭董 他们最爱的是什么 是新台币啊 郭董需要新台币 赶快撒大撒币 赶快去把你的点布起来 对地方派系来说 真的维持住政治向往是最重要 但对人民来说呢 两千块我不见得要帮我去连署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民调就很明显了嘛 这是ET的最新民调直接标题 直接跟你讲是否会帮郭台铭连署 我们直接看一个最长的杠杠 39.4一定不会 那你说可能会可能不会一个17.1 17.9一定会16.3 但是一定不会这个这么高 郭董这就是你要的主流民意大联盟嘛 来 静言怎么看 郭台铭现在的状况就是狗言残喘嘛 他想要拉长战线嘛 你去做连署为什么 他也知道啊 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连署哦 不是像我们在四大公投的时候连署一样 那个时候还不用附上证件 大家知道你要连署这个总统 副总统的被连署人 他是要附上身份证赢本的 那讲真的 我可能觉得说 理念型的 我帮这个政策连署 我会愿意 但是我只要听个人连署 第一这已经是个问题了 第二 我还是帮郭台铭连署 很丢脸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想到 第三 我还要把我的身份证印出去 讲真的不知道给谁 假如他在请了20间公安公司 这些人看起来我会觉得可信吗 一定是下面是请公读生 还是什么在那边摆摊嘛 我觉得应该不会大家会随意的 把身份证的印本交出去 所以郭台铭能够连署到几份 确实是一个问题 他如果没有办法冲破百万份 他要怎么样能够去这个上谈判桌呢 他就是希望说 借由公民连署 他能够再次搞一次类似初选嘛 在野的初选嘛 拜托柯文哲 拜托侯友宜 你们两位先让大哥做四年嘛 这个是一个嘛 那第二个 党中央的态度嘛 我们现在在讲 我们现在在想说什么 要把这个禁止非参选人助选连署 这件事情拿出来 你早就应该做了 为什么郭台铭今天会有 会有办法到现在还可以在那边搞连署 我们要负责啊 你前面 让郭台铭有机会踩下这个灰色地带 我们一直在讲了 我们的党员行为规范 历届每一年都有 主办会都会规定下去 但今天的状况很特殊 郭台铭前面参与了 所谓的类初选 大家把他视为说 应该是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的 不好意思 虽然他没有党员身份 到目前为止 然后呢 输了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 又翻桌 然后他现在一整天到外面搞 你前面不去修这个党员行为规范 这个与时俱进 然后去调整限制他 让一堆人可以跟他站台嘛 可以跟他暧昧嘛 让他有时间跟机会 劣解分裂国民党嘛 到现在还在跟你搞 所以都已经到此时此刻了 我们的界限就要画清楚 画出来 现在哪一个党籍的 还敢再跟他站台 还敢去助选他 私底下帮忙他 一旦有证据 我们就要兼幣亲眼 这样子才看得出态度嘛 合伙的民调才可以快速的往上 好 刚刚我们看到靖言说的 欸 党中央要硬起来 没错 现在中国国民党的 党中央的考核纪律委员会 已经发函了 我直接用红色笔 直接给你框起来了 简单来讲 所有党员同志 不得有任何 为非本党籍总统参选人 助选 助事 联署 参与活动 啪啪啪啪啪 一大堆 如果你干了这些事情 就会依党员 违反党纪处分的规程 来办理庆查照 好 现在国民党 这么久 终于硬起来了 那考计会软了这么久 哇 真是不简单 你怎么看 看到这个党纪的规范 它是 我觉得是史上最严的 你看 它是非本党籍总统候选人 助选 助事 肇事也不行 助事也不行 联署跟参与其活动 基本上你今天 只要在那个活动 在原资 你只要在那个活动 你就会被党纪处分 所以要非常小心 就是如果你经过也不行 你被拍到就不行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 史上最严的党纪 那我觉得国民党 基本上 党纪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个部分 虽然有党纪 可是为什么地方系统会买单 我认为不是什么不分区 所以基本上 地方系统 如果觉得你国董事长有搞头 你的民调很高 你有机会 我跟你合在一起有票 那他们会冒着党纪 也要跟你合嘛 也要跟你合体嘛 也要跟你一起肇事嘛 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他的民调就是在 9到11%排回 那很多的民调 他是排第4名 这才是导致他整个 目前你看到他参选的那一天 宣布参选那一天 旁边没有任何的党纪名单 在他旁边最重要的原因嘛 所以你要讲这个很硬性的党纪 那是一回事 大家还是在钻桥门嘛 那重点 重点还是归根究底 你现在气势爬不起来 你没有那个在野盟主的正当性 那基本上所有的民代都会自己做判断 没错现在郭董遇到最大的麻烦是 你气势没有办法起来 之前这个828 他出来选的时候说 我民调一定会上升 或者是说我出来是为了大家整合 民众怎么看 我们看到一样是ET做最新民调 标题直接写 对郭台铭参选是不是为了促成再也整合 直接看完全不同意跟不太同意 这两根蓝色的棒棒 加起来54.2 没有人相信郭台铭参选是为了促成再也整合 简单来讲 就是自己出来选嘛 好 第二个是吴子佳 吴子佳说了 其实郭台铭他根本不是一个选项 现在柯文哲跟国民长早就在谈了 要边缘化你 他报一个料 他说这个计程车普度参会前 这个郭董有打给他说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那时候他已经跟他讲说 绝对不要主动跟柯文哲握手 因为他掌握到的是柯文哲在跟国民党谈 郭早就不是柯文哲的选项 没想到他看完电视上面播出 他快气炸了 他说你来问我干嘛 郭台铭幕僚是不是真的大有问题在呢 来 原汁怎么看 没错 就是说我觉得刚刚我们来谈郭董连署 郭董你连署要怎么冲高 人家地方派系之前是怎么想 地方派系很多人 包括谢典林 都说我可能会帮你连署 但我不支持你独立参选 可是郭董自从参选之后 他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他感觉是说 我出来选的目的就是我要做正的啦 即便是没有整合成功 我也是会登记嘛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土条哥嘛 或金条哥都可以啦 我又问他说 到时候万一在11月2号 你连署书收集完之后 你会不会交 如果没有整合成功 你会不会交 其实他没有给我确定的答案 他是说到时候假设是 郭台铭的民调最高的话 那可能会去交 因为整合就责任不能怪郭台铭 是柯文哲跟侯友宜的问题 但你这样子讲又有个矛盾嘛 因为你当初出来参选的目的是 为了整合大家 可是达不到整合你又要去登记 那你这个正当性就会被质疑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派系 或是一般的民众支持整合 但不支持你用整合名义 然后成为你独立参选的一个借口 我觉得这个大家是不能接受 因此就没有很多人有热情去投入嘛 所以我其实是蛮建议郭董 如果要整合你要把话说清楚 就是说在11月2号以前 你努力去整合 如果说整合不成功 你是否就不参选 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要回答 这个攸关于你的 连署的分数能不能冲高 那第二题就是说 那现在郭台铭 现在柯文哲是不是在跟国民党谈 我让大家回想一下前几天 郭台铭跟柯文哲在计程车 那个平安餐晚会的那个画面 你看那个两个有相合的样子吗 柯文哲看到郭台铭 一进去就坐在C位 有没有坐在C位 那柯文哲马上就在旁边等 不想要坐你旁边嘛 连让你移动椅子的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有看到 柯文哲那天 他他上台哦 在台上讲话三分钟 郭台铭也都是不看他 然后甚至于是 柯文哲下来 然后 自己走到郭台铭那边去 他可能还在考虑说 要不要去拍郭台铭 然后后来还真觉得说还是不要那么 要点风度去找郭台铭 郭台铭那个时候才站起来回头去跟柯文哲互动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如果说两个人是真的是关系非常好的话 第一 郭台铭你怎么会 价值摆得这么高 一点都没有想要整合的样子 第二柯文哲为什么要躲你 所以这两个人 感觉上是没有 没有核的迹象 不过呢 反过来讲 郭台铭出来之后 因为柯 对他很惧怕 侯也觉得有吃了郭乐亏 那这样子会不会反而这两个人会紧紧相依 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非常 加速整合 加速整合 然后再次 先前幕僚本来就在作业 本来就在谈的嘛 这个民众长陈志涵自己也有 也有承认的嘛 所以我认为蓝白是朝向一个比较整合的方向去走 那郭到时候可能就会 慢慢会被边缘化 这三个人到底要怎么样去整合 其实关键根本不在联署书 而是谁的民调高嘛 各家的民调我们一一过来看 我们先看美丽岛 他的滚动式民调 这是已经到了第31波了 他的时间点是828 就是郭董书要出来参选 828 829 830 你可以看到郭董 还是一样 11.6 好 麻花卷 包括柯文哲 包括了侯友宜 17.8 17.1 赖清德依然独走 但是有微微下降一个趋势 这是滚动式的民调 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份民调 这也是ET的新民调 2024总统赖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铭 4卡度的情况下 支持度 这份民调 要讨论度是蛮高的 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赖清德35.3 第二个是侯友宜 第二名了 21.4 而麻花卷 我们刚刚看到美丽岛麻花卷原本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现在麻花卷是柯文哲跟郭台铭 17.6 17.2 那之前不是说要整合整合整合 你们要怎么谈 那现在是不是柯文哲跟郭台铭先好好谈一下 再来跟侯友宜谈呢 来 林涛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民调的结果就是我觉得侯市长他有回到第二名的迹象 而且即将要挑战我们这个冠军的这个位置 那柯文哲市长看起来是被郭台铭董事长影响最大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用郭台铭董事长的话 他说我出来 我出来喔 他自己他不是说我大哥我要来喔 但很多地方他也说大哥要来 可是对外的说法是说我要当菲律大联盟的盟主 或是我希望赶快加速整合菲律联盟 我说一句白的啦 如果今天蓝白和 在野大联盟 朱主席 柯主席 自己可以有对话的默契 自己有可能合作的可能 有可能拉下赖清德 那请问你郭台铭的角色是什么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 你说我要整合 那看起来你不是在整合嘛 你看起来是让这个在野大联盟更混乱一点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 到9月13号联署到10月 如果这个过程中是蓝白的对话加剧 政策理念价值对话更多 那基本上我认为郭董事长 他的角色跟他的变迹效益 可能都会慢慢地递解 博弈我们刚刚看到这份民调 这民调很明显啊 柯文哲跟郭台铭变成麻花卷了 国民党还需要理郭董吗 我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啊 先讲啦 菲律大联盟整合当然需要 但是整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民调啊 民调高的整合民调低的啊 你有看到民调低的去整合民调高的吗 这绝对不可能 但是郭董很明显的 不管他跟谁绑在麻花卷 他几乎都是最后一名啊 你要是怎么谈整合 谁要跟你整合 所以我觉得 必须要看清楚现实 郭董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他没有准备好 对于参选明年的总统大选这件事情 不只是团队没有准备好 他连他自己的心态都没有准备好 很简单 郭董的团队有人吗 没人吗 连最基本的连数前 副总统人选 他可能不知道提不提得出来 不知道是谁呢 根本不用说其他的一些主委啊 总干事等等 完全没有 再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郭董现在还有点用董事长的心态 想来选明年的总统大选 为什么很简单 第一个 郭董在宣布任何的记者会啊 包括一些事情的上面的时候 他第一件做的事情 居然是直接羞辱了新闻的同业记者 现场提问的时候 他反酸人家 说你这个变坏了 你这个不行啊 问了这个问题我不喜欢 这第一个 赤裸裸的羞辱了新闻业 再第二个 大家讲得更白了 就是他晚上参加普渡参会的时候 直接上面致辞了快30分钟啊 让柯文哲下面亮了那么久 我跟你跟各位报告 柯文哲在现场为什么没有走 他故意不想走啊 看你是要讲多久啊 怎么等着你看 但是这种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造成了民众党柯文哲对你郭台铭 更不满意更不买单 要知道对于民调最低的人 你想要希望你的民调渐渐上升 你一定是朋友越多越好 然后路越走越宽越好 但是很明显的 以郭董现在的状况 路反而是越走越窄 如果您再不好好挑战您的心态 我只能说 对于明年总统大群的宝座 您越离越远了 金眼刚其实博弈提到一个最关键的 你郭董两份民调都是最后一名啊 你现在是在大声什么 在叫反什么 你现在到底有哪一方面 是赢过这两个人 你怎么看 他现在能够叫 其实是我们给他机会叫嘛 大家好像讲说 这个郭台铭如果出来参选 他能不能够影响到最后一刻 就是要看他的民调嘛 他那天宣布的时候他讲说什么 我还没宣布民调就有十几% 大哥 你不讲我还以为是几十%啊 十几%你讲的好像是怎样 你是第三名第二名 还是你一宣布就会变第一名 没有耶 所以这阵子对于蓝跟白都一样嘛 就一件事情嘛 郭台铭能够持续维持这个状况到什么时候 他如果接下来第一连署遇到问题 第二民调又再继续消风的话 整合我们现在开玩笑讲 每天都骂郭台铭讲真的有点累 我们好意的去想 其实郭台铭真的用心良苦 他反串到底 他做的这一局呢 是为了要促成在野大整合 蓝白大整合 你看 郭台铭一宣布参选之后 蓝营的支持者被激怒啦 天哪郭台铭出来根本就是害死我们嘛 没有机会政党轮替嘛 哇表态支持的好友谊了 柯文哲支持者也是啊 想说天哪你郭台铭对不对 那天去继承的餐位还给我柯文哲印上 本来八点你改成七点 然后整个搞得像你主场一样 后面柯文哲上台在支持的时候 后面还直接秀郭台铭选总统 支持郭台铭选总统 羞辱柯文哲 败脱群起激愤 变成共同敌人是郭台铭 结果促成蓝白整合 最后这个在野大联盟 下架了民进党 所以郭台铭用心良苦 会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有点难啦 好不好 有建于这个郭台铭 好几次的前科 四年前跟这一次 所以对于这样子完全没有诚信的人 大家要跟他谈什么 讲真的 我觉得侯友已经拿出了态度了 你看就跟他见面对不对 那天还在讲说 他要喝咖啡 侯友马上说他已经去过三次了 没关系他应该要再主动去拜访 而且他真的是主动私下去拜访 要不是后来礼拜一郭台铭自己自爆 这件事情有人知道吗 没有耶 所以都已经讲好了 不讲 你郭台铭拿出来讲 那是什么意思啊 结果连胜文副主席他自己就讲了 他说我们也有会灭 郭台铭坚持说要侯下锅上 那结果现在马上这个国办又发否认 变成连胜文副主席他也要再讲说 对啦没有这件事情 连胜文跟郭台铭 各位有建于他们两个过去的信用 你会比较相信哪一个 我一定是相信连胜文 还是这么简单 所以郭台铭要去思考 他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样子搞下去 你满口仁义道德 满口在说为了中华民国 满口在说为了要下架民进党 为了不要让赖千泽当选 可是你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在助选赖心得 你真的要继续这样子下去吗 你是不是一世英明就要毁于一旦呢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环宇第八状 各位观众 你今天吃蛋了吗 我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吃的蛋 很多都是来自巴西 因为巴西进了八千多万克鸡蛋 虽然里面有一些是不合标准 已经退货 甚至因为撞毁的关系 巴西进了这件事情最近吵得多凶啊 原因就是因为你吃一颗蛋 他赚了不少钱 你能想象一间五十万资本额的公司 竟然能够赚到上亿元的补助吗 这补助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现在再讲给你听一次 这家公司叫做超私公司 他资本五十万 设立才仅仅一年 好 他的样子就是一个透天作品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公司啦 他在一百一十年九月五号登记 有趣的来了 在今年二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停业啦 不干啦 说不知不到几天 三月二号就申请复业了 随即四五六七 陆陆续续进口了八千八百 一十万颗的鸡蛋 最后获得了专案补助 我就问啦 大家在问 二月二上你停业 你三月多 怎么会突然申请复业 难道你听到什么风筝了吗 或是谁叫你把这一家店 赶快这家公司赶快再开起来 因为我们有大订单要进来了 好 原因是什么 农业部这边说 我们没有给上议员给超私 就是说农业部没有直接补助 给我们刚刚谈到这家 五十万资本额的公司 而是给了中央续长会 他们是完全玩文字游戏 中央续长会当初怎么样 他简单讲 你们能够从国外进多少蛋 我就给你一定的价格 全部都收购 我全买了 所以他是高价收购超市的鸡蛋 那低价再卖给蛋商 这中间 因为我高价收购嘛 低价 所以中间的这个补助 就是农业部的补助 但是现在问题点来了 第一个 超私你的鸡蛋 从巴西进鸡蛋 你的成本是多少 第二个 你续长会的收购价格是多少 你今天不要跟我说 你鸡蛋成本一颗三块钱 你收购十块 那不就暴利吗 对不对 第三个 超私你赚多少呢 这一些疑问 三个章送给你 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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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人民会气嘛 好 我们来看了 能够这家公司到底多有来头 我们刚刚讲的50万的资本额 你真的哪来这么多钱啊 第一个 来看到4月5月6月7月 好 从5公噸到1335公噸 到1697公噸 到7月是最高峰 这样陆陆续续加了30%的关税 你需要花5.5亿啊 你的税金 1.49亿 还记得我刚刚跟大家强调 50万资本额吗 你50万资本额你哪来的 1.49亿啊 你背后人是谁 谁先帮你出钱 谁先帮你垫钱 这个是我们要问的 好 我们来看到的是农业部 畜牧师的副市长李怡谦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当初啊 大家一直说什么 为什么只找这个50万公司呢 你们一定是 有人护航 有门神 没有没有 我们有标准啊 标准一 你可以媒合 这一些出口国 这些出口国是没有疫情的 比如说潜流感啦 等等疫情 你有可以媒合 第二个 你必须提出当地政府的检验证明 包括有没有病啦 包括有抗生素等等 你要证明 第三个 报价合理 你不能四个字就送我报价合理 你的报价是多少啊 你今天有9家的这些业者 陆陆续去进单进来 每一家的价格是一样的吗 会不会你超市进来价格 就是比较高呢 这是我们要问的 第四个是 今年3月底前 可以订第一笔单 简单来讲 3月底前你要给我出单啊 所以这才会造成很多人就是 可能没办法从其他国家这么快速的进来 所以全部都打退堂股 就是这一家超市它最厉害 我刚刚提到了 3月2号申请附业 3月底前可以订第一笔单 这不就是一个完美的套路 完美的设计吗 那另外这个副司长 也把心里话也讲出来 他说没有一定的经验啊 很难办得成 因为光是税金需要先垫钱 可以办得成的进口商实力 不容怀疑 超市资本额不仅50多万 可能是因为台湾人有时候很低调 登记的资金额不多 但后面的董监事财力雄厚 但现在超市它现在被说是艺人公司啊 老板是一样的人 董监事是一样的人 那你这个副司长 你后面又说财力雄厚 你是知道什么 你又是不敢说吗 来 林涛你怎么看 太夸张了 这个赵盒巴西有一批这么好的蛋 马上可以进口 怎么他知道呢 我跟大家讲哦 大家只要听到蛋的品牌 会听到什么 大臣 普丰嘛 现在你要记得这一家超市 太厉害了 知道巴西有一批蛋 而且我跟大家讲 超市的钱 就是他之前的公司 是钢山的无忌 这个杂货店卖蛋的 那这卖蛋的资本额更低 不是50万 是2万5 这2万5 所以基本上呢 太厉害了 高雄在地的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他竟然知道巴西有一批蛋 可以马上购买 到底是谁通风报信的 这绝对不可能是 我突然知道巴西有一个蛋 然后我花这么多的资本 一定是有确定的来源 确定的数量 确定的管道告诉你 这可以买嘛 那我合理怀疑嘛 这很奇怪 我跟大家讲哦 其实在很多的土地重化里面 大家说公办重化 赚不了钱 但是呢 人民赚到了钱 私办了重化区 人民赚不了钱 可是财团赚保保嘛 那依照同样的逻辑 为什么 你超市在巴西买的蛋 你不给台农投资 买这个巴西的蛋 他也在巴西买这个蛋啊 为什么他只买44万颗 他买8814万颗的蛋 为什么 我去查了一下台农投资哦 台农投资的老板是唐淑华 唐淑华基本上就是台农发展的法人代表 来台农投资来担任这个法人代表 他知道怎么解决农产的问题 那好啦 如果他知道巴西可以有蛋 为什么你不由官方 不由国家 几乎是百分之百投资的台农的投资来买 你为什么要给超市 有这么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给一个私人去买 林老师你现在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的官股单位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哪里有蛋 我一清二楚 对我合理怀疑嘛 而且你自己看 所有的人买蛋 就你台农投资 也是到去巴西买蛋 你为什么这八千多颗不弄台农投资来买 你要给一个私人的 而且是前身是两万五千块资本额的一个 在地的农场杂货店的人买吗 这是非常北夷所思的事情 而且我们看他登记的事项里面也很奇怪 说真的啦 你这个超市进口八千八百一十四万颗蛋 如果你是说我之前做过蛋的生意 对不对 我在跟干商做生意 那为什么你不用原本 原本你那一个干商无计的这个蛋的地址来登记呢 之前登记在信义街跟这个建英南路 那是大路口啊 你卖蛋啊 你今天把超市公司登记在个民宅里面 你就是有鬼 你就是有鬼 你到现在还不出来讲清楚 透过那个窗户讲说我赔钱 你赔钱 你到底是不是赚钱还是赔钱 你看鸡蛋的成本你又不公开 你的畜产会的收购价 你不公开 你到底是赚还是赔 我觉得全民都在看这个案子 就绝对不能是谋混过关的一个案子 博弈哥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对于超市来讲 你们在污蔑我啊 你们缺蛋 我辛辛苦苦在巴西找到蛋 帮大家解决蛋荒 现在反而来骂我 我在货运到这边 这个蛋可能会烂掉啦 蛋可能因为会撞破啦 又被查出有抗生素 你们怎么会骂我啊 但是这个逻辑来了 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说我会亏钱 我应该出来说嘛 我帮大家做那么多 那我还亏钱 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亏钱啊 因为三个不公开都没有解决掉啊 沙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人干 如果他真的赔钱 你认为他会来做这么多买卖蛋价 然后到巴西进口这么多蛋的事情吗 他当然不会做嘛 所以每次讲都很好听 我都赔钱啊 我都为大家做很多事情 结果呢 还不是每个赚得薄薄薄 哪一个有赔过钱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他们的一些好朋友 利用他们的关系 拿到多少利益 我说真的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不要话讲这么好听 我们回到讲实际的状况了 缺蛋的情况 现在跟之前最严重的情况比 的确是好一点 因为像之前缺的这么严重了 但问题是 在这个蛋的数量上升的情况之下 发生了几个很奇怪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蛋的数量变多 蛋价应该下跌嘛 那请问一下各位 我们在早餐店 在餐厅里面吃到蛋类食品的价钱 有回跌吗 有回到以前的水准吗 没有嘛 还是这样很贵 民众的钱越来越薄 这是不真的事实 再第二个更离谱的是 蔡政府你这个补贴鸡蛋的专案 不要说不透明 根本就黑箱 什么都看不到 第一个很简单 补贴金额不知道 补贴差价资讯不知道 甚至是每一家购买的鸡蛋的价钱 收购价钱多少钱 我真的只想请问一下 对一个这么大的收购案子 一个这么大民生的议题 你蔡政府是否好歹 应该要让民众知道 你每一颗鸡蛋收购价钱为多少钱 这最基本的嘛 把价钱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合理报价嘛 不是你口中讲一句 我们都合理报价 赚多少钱 不知道 那不都白讲 我觉得非常难看 要知道蔡政府执政这七年来 什么公怪陆地的事情都有发生 还记得之前疫情发生的时候 高登小吃店 也是资本额200万 承接了16亿的快筛合约 红朗科技 红朗科技 330万的资本额 承接了3.8亿的快筛订单 一个两三百万资本额公司 能够承接这么大标案的快筛的一个案子 我真的觉得丢脸 因为连一个民党立委 陈明文在高铁掉钱都比他们多 都比资本额还高 那我们也通通可以去承包啦 所以这夸张 然后一直到绿能产业 一堆资本额5万10万的公司 每过两三年资本额变5亿10亿 每个人变投资之神啊 到现在连鸡蛋都要赚 太夸张 一个资本额50万的公司 成立半年左右 就居然能够去承接一个 8000多万颗的一个大型订单 而这么离谱 这么夸张事情爆发完之后 觉得最让人家心喊的是什么 是我们农业部的答案 他怎么回答 他跟我说 绝无不法 就结案了 没事 一切当作云淡风行没有事情 但问题是那些差价 这些差额 都还是全民买单 拿我们的税金人来贴补 民党真的拜托你 治国你真的完全没有能力 但至少你把一些公开透明资讯 让民众知道 让民众能够有一个 合理安心的感受 这是最基本最小的要求了 今天我们刚刚一直谈到 50万的资本公司 但是税金要缴1.49亿 你哪来的钱 而且他又是一个人的公司 自己是老板 董监制又是自己人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是 他其实是有人托他去买 那他其实只是一个空头的公司 这家公司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故事在 其实我们很不想要这样子去踩车 但是呢 有鉴于在民进党执政这一段时间 包含刚才博弈哥帮大家盘点到的 这个快筛的事情 最有名嘛 你一个小吃店 去可以标到我们快筛的生意 小吃店跟快筛 两个有什么相关联 更何况他的资本额200万 他去标了一个上亿的快筛 这个已经起人疑斗了 所以大家第一 这件事情大家是对民进党不信任嘛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过去有这种前科 这个资本额很小的公司 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在拿到民进党的标案之下 都可以在几年内瞬间翻倍 这个身价暴涨 这是第一个 大家觉得起人疑斗 第二个 实际上的问题是什么嘛 缺快筛 在缺鸡蛋 我们成立这个鸡蛋国家队多少年了 有什么成效吗 从去年我们就谈缺蛋 谈到今年 现在此时此刻 又在谈缺蛋 然后呢 这间公司又被挖出来 而且怎么刚好跟这个小吃店一样 都是在高雄成立的 高雄的金发局审核 有没有问题 而且很简单一个逻辑啊 你是这个中央农业部 现在不管你有没有补助 你透过他 去向国外买鸡蛋好了 你不用审核吗 我们应该这些审核资料过来 审核资料过来 你一看 资本额这么少的话 理论上他是拿不到政府标案的 大家会有所质疑啊 所以现在在问说 你光很简单一个逻辑 刚刚我们CG上面有讲 你资本额50万 你的进口你光税金 就要讲1.49亿 这完全不成比例 当然啦 我看新闻现在讲说 这个负责人 他现在跳出来喊冤 他讲说什么 他是好心喔 帮政府找蛋 然后他说他没有拿任何一毛补助 然后结果被现在大家攻击 但最好笑的是他讲说什么 他说呢 他这个为了要帮帮政府 然后他说他以前呢 有进口日本蛋的经验 然后呢 他有管道接触到这个巴西 所以才帮忙进口鸡蛋 但他自己也不清楚有没有赚钱 拜托 你一个负责人 你不知道有没有赚钱 这个听起来已经匪夷所思了 然后你到底有什么管道可以接触到巴西这边 可以进口鸡蛋 我觉得他 现在大家去追他了 他有必要对大家说明清楚 尤其最应该说明清楚的是农业部 大家还记得前阵子去年这个缺蛋的时候 陈吉仲不是在讲说 我们也什么从国外进口鸡蛋 我记得还从澳洲还是什么的 你进口 结果现在大家被挖出来巴西这件事情 农业部不用对大家说明吗 陈吉仲不用负责吗 来 原汁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这次补助案件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关键点就是说 农业部拿这个补助叫做农业补助 这是要帮助农民的拿去补助进口蛋 那你现在就是治标没有资本吗 难道我们以后每年都要进蛋 进蛋的时候国外一直进蛋 那我们本土的蛋应该怎么办 照你讲一个重点 他这个钱使用的名不正言不顺 因为他来自于农业发展基金 这个钱应该是要让我们国内的基农 比如说让他们可以提高他们设备 让他的产蛋量可以提高 去解决蛋荒问题 可是我们的执政党无能 所以造成蛋荒 结果因为有了这个需求 所以他们就委托这家超市公司 当然他们的讲法不是委托 但是意思是一样 就是给了高额的辅助 让他去进口这些蛋 这个代表你双重无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 这里面就有很多人谋不张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刚刚都质疑过了 这家超市公司是 资本额是50万 50万是什么意思 50万就是说 他进口的蛋如果出问题 他最高上千就赔到50万而已 可是你看他做多少钱的生意 几亿的生意 你不觉得光是想要这个就很有猫腻吗 而且政府怎么可能会委托这家公司 成立一年 然后停业又 先停业 然后再副业的公司 去做那么大笔的生意 这简直听起来非常荒谬 那刚刚大家其实都讲了很多啦 刚刚博弈有讲到那个高增环球 他是进口快塞的 我刚刚补充一下 他本来是小致电 200万的业额 后来转行程可以进口快塞 对不对 结果他拿到多少钱的订单 16.5亿 200万的资本额 拿到16.5亿的快塞 后来被国民党立委踢爆 对不对 结果那个老板跳出来说 好啊没关系啊 你质疑我 老子不干了可以吧 然后一副好像说 那如果快塞没有的话 你去怪国民党 后来你知道吗 我一个学长直接跟我说 这家公司呢 以前就有违反过一世法 为什么 他卖过假口罩啦 我就问啦 陈思忠 已经下台了 他现在是赖清德台北市 技能总部主委 陈思忠 你怎么会给一家 有违反过要依一世法 卖过假口罩的厂商 16.5亿的快塞订单 这个你告诉我没有人毛部长 没有猫腻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神奇啦 所以为什么 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这么多的事情 因为无能造成需求 然后再跟一些很奇怪的厂商牟利 然后这个太多猫腻在里面了 好 我们只希望政府 你把我们的钱 花在刀口上面 不要跟高雄这个情况一样啊 这是最美的鱼市场啊 叫做高雄古山鱼市场 耗资上益 好 我有很多朋友去说 哇 真的很美 殊不知现在情况 好像变成关门大吉了 我们来看到是 2022年10月21号开幕 他赤字了1.6亿 17个贵位 刚开幕他们喊出 我们至少啊 每个月30到50万人次 哇 人很多啊 那这个时候高雄议员就是质疑啦 他说欸 你知道吗 原本17个贵位 现在变成什么 6贵位 表示生意不好嘛 就撤跪了嘛 第二个事情 5到7月份人潮10万不到了 请问你是蚊子管吗 好 现在这个话出来之后 绿营的议员 绿营的立委很生气啊 我们来看到是民党立委赵天龄 他说国民党议员这种啊 如斗目光的诋毁 真令人反感 到底对高雄多没感情 哇 超会情勒的 才会以这个扭曲抹黑方式 打击国内外肯定的建设 来看到的是高雄市议员 黄文毅说白与黑是零距离了吗 延续韩国的作风 唱衰高雄的发展 两个人才刚唱完 太好笑了 回力标马上来 8月31号股山鱼市场直接宣布歇业 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招商没有这么顺利啦 人潮没有这么多啦 未来要想想应该怎么办 不过这样疫情以后 凸显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的议员 到底是要帮我们监督政府 还是要来护航政府呢 博弈哥你怎么看 对他们而言 当然绿色最重要啊 管你是什么对或错啊 只要你是对我们民营党执政有不利的 只要对我们的陈市长 陈其蔓市长有不利的 我通通都要反驳 都要跟你的抗议 但他们完全忘记了 一个身为民意代表的职责 他们要照顾的应该是市民 不是照顾市府 让人非常的遗憾 但是我要讲这个最美的鱼市长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最美的鱼市场 现在快要变成最多蚊子的鱼市场 甚至在农历七月 你走进去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感到害怕 因为没有人啊 很凉啊 完全看不到人潮 这非常让人觉得可惜 要知道刚开始开幕的时候 17个堂位 现在剩6个 本来预估鱼市场 每个月可以吸引30万人潮 现在大概剩3万不到的人潮 这些东西都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市政府的规划的时候 完全失败 完全没有搞清楚 怎么样才是最大的效益 只知道盖得很漂亮 结果有人来 就可以帮陈其蔓市长 做到政治的宣传 但问题是 大笔钱花下去之后 完全没有回收 只是变成土地的某一些 可能中间的营业商 赚到不少钱 但是人没有赚到吗 摊商有赚到吗 完全没有 现在直接提业了 准备下一阶段再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鱼市场 它拥有的无敌海景 非常漂亮 但问题是 为什么人越来越少了 因为很简单 它里面卖的东西比外面还贵 所以很多人进来 觉得很漂亮 打完卡拍完照 就走了 就去外面周围摊商买东西吃了 里面摊商完全卖不出去 再第二个更好笑 我们去鱼市场 我们希望买到是什么样的食物 新鲜鱼货 新鲜鱼货 抱歉 我们的最美鱼市场 我不卖生鲜鱼货 我卖的是冷藏 跟冷冻生鲜产品 为什么 因为当时规划之后 贪污也太小 摆不进去电力设备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一些 现场的直接限杀 等等的电力供应 只能够卖一些 以前已经加工过的生产食品 你告诉我 对一个民众而言 他怎么可能会花大笔的金额 而且买到又不是最新鲜最好吃的鱼货呢 等等问题非常多 再来他本来也说要 作为要办一些活动 吸引人潮 我觉得当然合理啊 东西好吃之外也要好玩嘛 非常重要 但是好像他的活动啊 只办了两三次而已 就没办了 就停了 对 就停了 也没人去管 请问一下高雄市议员 本来就应该针对事情 好好来做检讨 你们民党不去管 我们国民党能代表你们 而且代表民众来监督这个事情 结果居然还要被你们骂说 我们是扯后腿 我们是不爱高雄 我觉得不要太多这种情绪勒索 也不要太多政治的语言 这种话数只会让民众看不起 觉得恶心而已 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 会不会真的跟文字馆一样 王宏威说了 中央关于这个一亿多的 最美的渔市场 中央补助8360万 市府负担5640万 而且是包含前瞻计划的补助 现在难道又是一个前瞻的文字馆吗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前瞻的文字馆 说真的因为白乔英 他这个有时候会看啊 他拍得美美的 我觉得他会看都会把照应拍得很好 那他想要到这个古山的渔市场 帮这个渔市场宣传嘛 基本上现场对不对 现场有好的建设 我们都乐于宣传 结果发现 庆船里面没几只猫 那他是解决问题 提出的问题希望解决 结果这些市议员这些立委 马上说你就是臭高雄 你就是诋毁高雄 结果马上这个厂商说 确实我们好像有一些要改进了 这就是神打脸嘛 厂商不会讲谎话吧 确实营运要调整嘛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些民进党的 高雄的官员 这些民意代表 真的是愧罪市民啦 说到这个前瞻的文字馆 之前我们才说过嘛 就是你知道我们桃园也有啊 也又是那个港的问题嘛 组维鱼港 对不对1.7亿 然后我们桃园自己要付4千万 结果呢下去 啵就三个月就沉下去了 那今天这个最美的鱼市场也是啊 市府高雄市民的钱喔 还要额外负担5640万 而且使用率超级低 为什么白桥英不能检验 这五千多万不是只有你中央给 我高雄市也要出钱啊 为什么不能检验 而且最近更夸张一件事情 之前洪威姐不是讲那星达港的停车场吗 对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星达港的观光市场 走路5分钟内就有一个 星达港的立体停车场 你偏偏要再走路30公 30分钟外的一个地方 找一个空地 再盖个停车场上面铺光点 结果完全没有使用率 没有车停在那边 那后来我去看一下 赵和 那个停车场上面还海欸 上面还海欸 所以我基本上觉得民进党 就是这样在花人民的纳税钱的 来靖言 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们现在在花公堂了嘛 花了这个前瞻计划 但现在市府说 不是我经营不好喔 我是外包出去喔 现在是完全是切割掉了吗 不是 你外包出去 那外包的是谁 是高雄市政府啊 高雄市政府还有问题 那你说外包出去 然后呢全部就不是你负责啊 你就算是讲这个 是BO还是BOT好了 你包包出去的 你要评估嘛 更何况 这个市场 你看高雄市自己负担了 八千多万 八千多万 各位不是八千多块啊 结果号称 你看最美最漂亮 你不到一年 关门 然后不能使用 然后呢一天营业 我们现在讲多少 一天只卖了129块 他电子这边不足嘛 那摊商自己都觉得不满了 所以说 花了这么多钱 你看在去年10月21号开幕 而且还特别挑在选钱 对不对 可以来做一个大宣传 然后呢 花了这么多钱 十七的贵位 刚开幕的时候 号称说这个什么 30到50万人次 后来现在变成这样子 都没人啊 白乔英去踢爆之后 还被赵天宁反呛耶 赵天宁呛说他什么 说你目光如斗 然后说这样子是诋毁什么之类的 哇 结果现在马上高雄市政府就是 说这个歇业了 到底是谁打练谁 还不知道嘛 所以今天一样 大家看的标准一样 前瞻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每一个地方当然都希望 地方有地方建设 绿营那边说 那你们来云不是有哪 这地方谁不希望有建设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去争取 来的这笔钱补助下去 我们地方政府要负担更多 还没有能够达到效益的话 我们身为民旦 我们当然对不起我们的市民 更何况高雄的财政状况 已经很差了嘛 他们还要花这么多钱 然后呢 只是让你们做选举榜 用的吗 来 原汁你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 民意代表 变成政府的发言人 真的是蛮可耻的 因为民意代表本来就是要监督预算 那他这个预算被乱用 滥用的时候 这是民意代表的职责嘛 你要提出监督跟批评嘛 这才有制衡嘛 可能会说 别党的人去质疑这个于市场 忙就说你目光无动 那你赵千玲 要不干脆持立委好了 你直接去高雄市政府 他发言算了好不好 我觉得他已经忘记 他的作为一个民意代表的职责了 他不会为民众发声嘛 第二啦 我真的很讨厌这种在南北的说法 你好像质疑一项政策 高雄的某某政策 他就说我们高雄 高雄不能有这个建设吗 不是个问题好不好 像之前那个前阵渔港 八十一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还你必把转